31.39 零 响应世界公测日 台铁公测改头换面 前在日本长期钻研厕所问题的公司社长飞来台湾 实际操演洗厕所秘技 或者是尿烧味这样子 那都没有异味 负责台铁厕所清扫的环保工程集团董事长 也特别跨海到日本取经 把扫厕所know how引进台湾 厕所先诊断 那把每一个厕所的部位的问题 先写到诊断书上面 做完归零动作之后呢 那个一般的厕所清洁员 就可以就例行性的工作来做 打扫功夫马虎不得 厕所清洁科学化 先有仪器诊断空间 亮度温湿度通风好不好 避免阴暗潮湿 最怕藏污纳垢散发异味 则端出内饰镜彻底清茶 还出动贯通器 抽取堆积物 不放过每个死角 我们这个公厕也都能够达到 世界级的一个标准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 检测的一个过程 能够推广 摆脱公厕脏乱既定印象 用严谨细腻日本精神 打造明亮干净感 改造过往被旅客 视为地雷的洗手间 要让来自各地旅客 都能安心如厕解放 三星环黄志中高雄采访不到